你可能睡过一场世界末日吗 6600万年前 一颗小行星以巨大能量 撞击了地球 导致了恐龙灭绝 你也许会认为 这场大灾难是不可能被睡过去的 但一项研究表明 长时间冬眠的能力 居然可能是白俄基摩期 哺乳动物祖先免于灭绝的原因 那场将墨西哥尤卡坦半岛 撞出全世界最大陨石坑的灾难 使地球被全球性的大火 吞没了一年甚至更久 对于生物来说 这段避难时间可谓是相当之长 除非是钻到了地下 可是这些动物能够在地下 待这么长时间不出来透口气吗 答案是可以的 只要是它们在冬眠就行 我们知道熊可以靠冬眠熬过冬季 但是兔子大小的马大家虾 哺乳动物马导尾也能够冬眠 研究人员给24只马导尾 带上了记录体温的仪器 然后把它们放回野外 大部分的马导尾都被狗蛇 或者偷猎者捕杀了 但有一对马导尾夫妇 钻进了沙子里面睡觉 一直睡到9个月以后 研究人员把它们给挖出来 并设为它们全球最懒夫妻甲 这项研究结果揭示出 有时候度过危机的最好办法 就是放松一点 打个长时间的盹 很可惜 要是恐龙会冬眠的话 我们现在不用3D技术 就能够看到它们了 不过你真的希望看到它们吗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 让科学更有趣